欢迎收看小李说球广东宏远106比102 在昨天下午的比赛中最终是宏远终于在第二场比赛 因为第一场比赛呢被被判复 因为没有到现场 但第二场可以说十天没有练还能打这么好 牛逼 整场比赛呢最大亮点应该是两大外援吧 我觉得是马上布鲁克斯 是吧 有人说我马上行不行呀 有人说马上还能回来吗 我他妈在去年啊 今年一支说他妈终于回来了 而且他们终于打好了 再有球迷质疑我 因为好多球迷说你这都胡说八道 等来到你再说吧 今天这30分是不是打你们俩了 你们可以翻一翻 我就知道他行 我一直说他是SBA第一外援 有人说这个爱丽丝 就是这个大外援嘛 没有那好 没有这个同西这个什么秋好 阿秋好 他出手没有阿秋耳朵呀 他也不是首发呀 你没有看到 首发用的是阿联嘛 阿联18分钟得11分还可以 阿联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他就是相当于摩兰德 其实还是 这个还是以这个果红远 还是以像像赵卫呀 得15分啊 赵卫呀 这个胡明轩呀 徐杰呀 还是以三后三后卫为基准 首发还没上徐杰 不是上了布鲁克斯了吗 这大外援 他肯定不让不可能 大外援得太多的分啊 因为还得上阿联呢 他没有那么多出手 你就觉得人家不好了 你就他妈一场 你就知道这大外援不好 广东洪远要想多贯 还得找一大外援 你那不脑子有大包吗 那那个谁 那个谁 莫兰德 莫兰德这个常规赛都没打好 季欧赛才是一场一场出来的状态 最后拿到总冠军 可以说立下了很大的不是志工 在上个赛季 但人家是因为 人家常规赛比他烂多了 我觉得爱的艾迪斯还可以 但如果 当然我觉得宏远真相思习的话 肯定还是想 回复竹克场 去挣门票 挣门票 他们挣门票还有钱 有钱就可以买第三个外援了 但现在确实 这个没办法 而且还缺席了一场 估计还得被罚款什么的 对吧 这别的东西还有很多 肯定罚你 你没得直播 这个钱肯定得扣你 对吧 直播没得比赛 你叛復不害妇 本来你们的直播 因为直播是 直播你买了版权之后 是要平均给球队 CBA总公司抽一部分之后 是要平均给每个球队的 那你那场你没打 那肯定得给你扣 扣将 对吧 所以说很多事啊 当然了 如果你打季球赛 肯定你 哪个球队直播更多 打的场上最多 肯定挣的更多了 这也很正常 所以说宏远 还是要打到最后 夺冠 现在不好说 但确实挺牛逼的 虽然缺了一个 缺了一个 缺了一个谁 杜文旺打的也好 张浩佳也回来了 不就缺了一个周鹏吗 那你没有发现 其实赵瑞 其实马上回来了 他布鲁克斯 比那个威姆斯牛逼吗 你没有发现吗 对吧 现在一看看啊 那万一能找到一个便宜的外员 也可以啊 现在CBA 现在NBA找不着活的 NBA找不着活的 也挺多的 你看看能不能弄呢 这就是朱方宇的事 但我觉得打的挺好 你不要忘了 他们基本上没怎么练 一直在隔离 还能打这么好 已经很强了 虽然宏西是CBA的弱队 但我觉得我对他们夺冠 我挺看好他们夺冠的 毕竟辽宁 辽宁没有我想象那么好 我觉得马上回来了 马上回来了辽宁不好打 加上胡爱主也老了 我觉得赵季伟也没有想象那么强了 对吧 球队因为艾伦这闹矛盾 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 对吧 你像广煞呢 胡金秋现在变成玻璃儿了 又受伤了 对吧 你永远有希望呀